欢迎收看盘前板块分析 昨天呢盘面走的实际还可以 只不过呢一些大家伙拖累了指数 显得有点弱 但是大涨的个股呢 与上涨的个股的数量并不少啊 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盘面是可以做的 但是可以做 但是主流的板块大家没发现都不行 只是一些边缘的啦 小的板块呢 不是说特别主要的在走强 那么就带来一个问题 这里面呢 你这个位置走的比较犹豫 但是呢哪天你看出他不犹豫的时候 可能他已经有一定涨幅了 我说的意思就是 低位的逢低的该布局就可以布局了 重点是选5和选板块 但这些主流的板块呢 还没有完全的形态做出来 要是你要谨慎一点的呢 就是说我只做上车途中的一段 等到底部的形态做出来 再上车也不维持完 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参考的意见啊 仅供大家的参考 我们呢今天重点讲解 我们重点跟踪的33个行业指数当中的 涨的几个还有跌的几个 时间关系呢 其他的呢我们就不分 因为几百个板块我们分析不出来 是不是只能在直播当中说 这一点请大家谅解啊 昨天呢走的最强的 应该是说军工板块 军工板块大家看 这个地方呢 类似于做出这么个小底啊 小双底应该是成了 但后量呢 没有有效的方大 就是说不想 这个榜块当中的 细分的领域应该走的是不错 你比如说我们说航天航空 应该是不错的 我看一下 昨天呢也做了一个重点的点评 这一点呢 大家要引起注意 说说航天航空是很 因为它是行业板块 它不是我们重点跟踪的 所以说我们也没法分析 你比如说造船呢 也是军工当中一部分 但是造船的位置呢 就是相对高 能不能加速 那不好说 你要成本低的 还可以继续 有些呢 已经出现了筹码松弄的迹象 这一点也要提醒大家注意 我这么说的目的 那军工呢 不光包括这两个 这两个细分的赛道 还有其他的赛道 其他的赛道就不一定行 所以说这个成交量 并没有有效的方大 只是说细分的赛道 表现得强 但这个也是可以的 最起码这个双底 应该看暂时是成立的 第二个呢 就是芯片和半导体 它俩的走势呢 经过连续的调整之后啊 我认为芯片跟半导体呢 这个芯片走的稍强一点 半导体呢 实际覆盖的面 也是非常广的 如果细分的赛道呢 有的是比较好 你说有些芯片的方向 还是应该比较好 但是半导体的 有些你看消费电子这块呢 走的就比较弱 是不是 但是你看这个半导体啊 这是半导体的大标题 那周线下跌一 三 五 明显的周线的五浪 下跌已经结束了 那么这地方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 周线呢 一 二 或者是三 是不是 应该是周线的一 这地方应该是 现在是周线的二 所以说呢 这个半导体的大周期呢 现在走的是调整周期 调整周期呢 我判断到这个位置 差不多了 但这地方 筑底的迹象并不明显 大家注意 这是一个 只是一个三十分钟的 三十分钟的 这样的小底形态 在这种小底形态 没有成交量的配合 所以说还存在着反复 但你可以细看这个东西啊 如果你看那 一程五日分时 实际它的成交量 是在悄悄地放大的 那么保不起呢 哪一天来一个 崩加来一颗线 叫你很出意外 要注意一下 所以说呢 这地方我认为 博弈呢 是完全可以博弈的一个位置 至于这个中药呢 我对中药呢 还是偏谨慎的思路 为什么这么说 你看它的周线啊 它的周线 你看这个周线 这个穿头破脚的 这个阴线 我瞅 怎么瞅 怎么不舒服啊 另外周线呢 它有周线级别的动画 另外连续 实际是长周期上涨 但中药的板块呢 内部的分化 还是比较严重的 你不能说 说这个中药板块 没机会 就是中药板块 内部的个股 所有的都没有机会 这不能一概而论的 你要根据个股的形态 来决定它的走势 因为有些个别的中药 我因为还是有机会的 同时呢也要说明 那板块呢 它毕竟有些个股 它自己有自己 但它力量不一定强 我们说先大盘 再板块次个股 那板块呢 处于中间的位置 乘上起下 所以说板块 你也要看 它对个股 还是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那总体上来看 就是说机会不大 另外来讲 风险收益比 不太划算 是不是 因为它毕竟位置 相对位置高一些 这个电力呢 实际电力 我们是在这说过 大家记得吗 在这说过 这两个位置 后边呢 在这一天的时候 我说这地方应该是一个短 小周期的小高点 我们看过去 那个位置有60分钟的高点结构 之后呢 出现了一定的整理 昨天呢 有一个上层的小动作 但这个上层的动作并不强啊 你给它切换 它60分钟走入图呢 很清晰 看着这是一个盘整 很显然 30分钟 你看 有一个横盘整理 这种整理呢 判断可能还要整理整理啊 整理整理 我那边也说过 这种小高点出现之后呢 要注意小周期能回复 但你看呢 下跌 很像是一个B反 然后呢 再走一个调整浪 应该是 但是小周期的调整 它没加速呢 但是这个电力板块 内部的有些品种 我感觉还是不错的 计算机跟远件 都有了一定的抵抗 尤其是计算机设备啊 在连续下跌之后 这个地方有 起稳的要求 但是这不是 起稳的信号 等着起稳的信号就完了 我们说说这个光伏 这个光伏啊 这个光伏这两天的力度不大 说不上 好像还是有反复 说实际上 这个东西就多少小心点 因为这个 这个低连结构形成之后 没有有效的方案 我给它放大一点 你看 三天连续走一个缩量 所以说我们对它的预期 就得降低预期 虽然这个地方呢 有上车的同学们 你就要降低这种预期 现在反弹座 反弹座呢 有上重的机会 该 适当的做一下 是不是高抛低吸 这都是可以的啊 降低一下预期 我认为说再看一看 可能有回落的要求 我判断啊 因为这两天没有放量大的 但是你用一个 从一个长轴系看啊 从一个长轴系看 光伏已经出现了 这样的连续调整 那你们说这两天 这个充电桩 走得好 那么桩 桩肯定是下游 是不是 充电桩肯定是下游 上游是上游是电 那充电桩呢 没有理由电走 那么上游发电啥呀 火电呢 水电呢 风电呢 光伏发电呢 等等 不就是这 光伏发电 太阳能发电 应该呢 还是有需求 应该 所以说呢 我判断也是在走的 助理阶段 这个基建呢 我们也重要说一下 这个是中字头的 大基建 大基建 这部分的调整 很显然呢 不能判定为调整结束 我们再看几个下跌的 白酒 你看是不是 这再次证明了什么呢 预测要服从于走势 大家记不记得 这个地方很像是筑底的样子 结果呢 我们说做好封控 封控之后 封控完了 咔 又跌下来了 所以说呢 我们的这种预测呢 是必须的 是必要的 也是 但是呢 在交易上 一定要根据走势来制定 符合走势的那种决策 我们说应对是最重要的 交易的过程呢 就是一个应对的过程 也是一个纠错的过程 只有及时准确的纠错 我们才能叫我们的交易生涯呢 走的越走越远 所以说白酒就再次证明了 纠错的重要性 但是呢 白酒嘛 这个行业呢 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虽然它不是重要的支柱产业啊 但是呢 它这个业绩还是有保证 比较稳定啊 这边毕竟是我们所独有的啊 有起稳的一天 而且呢 在运悄悄的在酝酿的 一种机会 我判断了 所以说白酒 我们就先看一看 这种消费跟白酒 实际是一曲通通之妙 就不再说了 像旅游啊 这走的你看 这都是标准的下跌趋势 也就是说我经常说的 我说属于蓝边的股票啊 也就是说他穿的是蓝衣服 蓝衣服的那东西 我们离他远点就完了 我们要做上升趋势 我们小散户嘛 跟着趋势做就完了 我们一两秒钟就能满仓 一两秒钟我们就能空仓 这是我们小散户的 唯一的一个优势 如果不把这个优势 给发挥的好的话 那我们就没有可能 战胜那些大坏的阻力 实际我们也没有必要战胜 我们就跟着人家走就行了 是不是 但他是什么呢 他没办法动啊 他是旁人大 他要转个身都非常费劲 这是他的脸 但是他有他的优势 我们就得以我们的优势 来把握他的短处的时候 他就会犯错 他行动不变 我们是快 所以说我们要跟随走 是走 他想跟随走 是他都跟不上 所以说为什么 每一轮下跌的行情 大盘基金都亏损很多呢 就因为他 他动不了 我们能动 为什么不动呢 这样的品种 我们离他远一点 这个生物之药跟创新药呢 我们最后来说一说 我判断呢 他们 大家看看 就是大前田的那颗阳线的起稳 还有前田的那颗冲高 那个线呢 明显是受到了 这个 有些这口罩的影响 有再次负那什么的 所以说呢 出现了一点 但底部的成员量都大 所以说我判断呢 也就是一个筑底的行面 但是我判断也基本到底了 大家看见没有 这些主流的行业的板块呢 你说他没起稳吧 他都在 他都在抵抗 你说他起稳了吧 他又没有明确的信号 没有明确的 特别特别明确的 像有些东西呢 有一点像电池啊 新能源呢 像光伏也有一部分 有的东西是有的 我们前面都分析过 就不再来回说了 不可能天天都说个遍 是不是 这一点请大家谅解啊 更多的10点20 来我直播间就可以了啊 大家再见